H1病毒 H1病毒進入身體後 主要是影響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破壞了抵抗量下降 可能有些併發症感染 如果我們越早開始服藥 免疫系統就會恢復 減低了併發症的風險 所以越早服藥越好 另一個好處是 會減低了傳播H1病毒給另一個人 雞尾酒療法的意思 其實就是我們說用幾種抗病毒藥物 在病毒複製的過程 在不同階段 阻止病毒繼續複製 我們最少用兩至三種藥物 因為我們發覺如果用一至兩種藥物 不能夠持久有效地阻止病毒複製 但相反用兩至三種藥物 我們可以比較持久 很有效地阻止病毒複製 病人的免疫系統就會改善 減低了併發症的風險 亦都令到減低了抗藥性出現的機會率 其實愛知病醫學 來到這個階段 其實我們本身有很多藥物可以選擇 即是不同的家族藥物的組合 我們都可以用 很多時候我們制定這些藥物的組合 我們會考慮幾方面 第一是病人的因素 第二是病毒的因素 第三是藥性方面 譬如我們有時會看看 他到底有沒有其他疾病 譬如肝炎病毒大菌 或者我們病毒方面 譬如我們看看病毒的數量是多少 藥性方面 譬如副作用的情況 或者跟其他藥相沖的可能性 我們因為這些因素 我們就會制定一個 覺得適合某一位病人用的組合 有些時候 我們會用三合一的藥物 即是最少用三種藥物 組成的治療方案 這種三合一的藥物 我們用了大概超過二十年 都是這樣 近年有些情況 都會用少一些藥物 譬如二合一 不過就要有些測試做了 譬如安全使用 可行的情況 只會用少些藥物 醫重性 其實可能在這麼多因素裏 要有一個成功的治療 其實是最重要的一環 因為醫重性 即是有沒有準時吃藥 準時吃藥 病毒就會控制到 亦都大大減低了 出現抗弱性的風險 病人特別是以前的年代 那些藥物沒有那麼好 問題出現就是 可能藥是比較大粒 粒數比較多 可能一天要吃幾次 或者吃下去都很不舒服 有腐狀 但如果說近年的治療方面 其實藥物的粒數會少了 他們的大細亦是小了 譬如我們有些三合一的藥物 那個尺寸可能是 一個手指尾的指甲 而腐狀又會少了很多 變成病人的醫重性 其實已經好很多了